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大家收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主办的选专业不迷茫2020高考特别活动 我是复旦大学的葛建雄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各位分享历史学科 习近平主席讲过一段话 历史是一面镜子 建古资金 学史明治 重视历史 研究历史 借鉴历史 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 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 吸引起智能力量 走向未来 他又说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我看这话已经非常明确了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习要研究历史 我们考生朋友为什么要考虑选择历史学这个专业 我想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讲的历史是什么 以前有说法说过去就是历史 其实这个话并不完整 过去 过去的人 过去的事过的一切 有可能成为历史 但是如果你没有人去专门记录研究 他进不了历史的 那么人为什么要去记录它 为什么去研究它呢 其实历史 它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 更主要的是这人们对过去这些事实 对过去发生的这一切 有意识 有选择的记录 现在做一个是有意识 不会无意识的 对吧 还有呢 必定要选择 你看今天世界上发生这么多的事 中国发生这么多事 就是我们周围发生这么多事 可能将来全部记录下来吗 不可能 必定要有选择 那么这个选择呢 肯定就是有意思的 所以拿我们中国来讲 我们现在 先人给我留下这么多的历史书 你可以随便拿一本看看 或者随便拿一本 这都是选择的结果 而且都是有记录的人 保留的人 研究的人 他们自己强力的个人的意识 所以这才是历史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呢 那就是对历史 专门的研究 那就叫历史学了 专门研究这个 或者又称为历史科学 那我们简称呢 称为史学 那么作为历史学的话 他就不仅要研究历史本身 还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面 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 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 就是历史学呢 它不仅仅是历史本身 历史本身 那么作为一门学问呢 他还是要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面 他要研究 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 这是一个很坚决的任务 但是也很重要的 同时呢 他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 这个本身 所以这就叫历史学 历史学的这个任务 那么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 我想首先 我们通过学习历史 能够掌握历史的发展的规律 那么把握住政治方向 人类发展到现在 不要说世界 就拿我们中国 或者就某一个地方来讲 记了一下历史呢 已经非常的多 那么 一个人 要把这些都看完 都记住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是专门的研究的人员 他往往也就限于某一方面 所以这一方面他可以传不成 所以我们这样 不加选择学那是 那么最主要什么呢 就通过这些 我们能够明白 或者大致能够了解 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我们经常说 一个人要升阴历史的潮流 那你潮流本身怎么样 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去升阴呢 那你只能背东的 你要知觉的 比如我讲到人类社会 我们 那中国五千年的文明 走到现在 世界可能时间更长一点 那么到底他 完全是无需的呢 还是他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呢 你如果只就从事实来讲 那么你就看到很多 你这一丁 这也都增加了知识 回了很多故事 但是你不了解 这个 看不清这个大致的规律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们从历史来讲 人类早期的历史 它特别是有意识的记录 它本来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 给今天给我们后人学习 或者让我们听听故事 让我们人家的乐趣 不是这样的 那中国来讲 早期记录的 称之为历史的这些内容 目的是要向上天 向祖先 向神 向他报告 因为当时的人呢 这个已经明白了 自己个人的能力 是很渺小的 要离不开天 神 祖先 对你的保佑 要祈求他们的保佑 所以就自己做什么事 重要的 就要向他们报告 所以就 要记下来以后啊 通过 巫师 通过可以跟天 跟祖先沟通的那些 特殊的人 报告 那么如果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呢 也要报告 祈求他们的原谅 得到他们的帮助 那么这样才能够 自己能够 这个 取得 成功 得到平安 那么还有呢 古代的人 他很迷信 他认为 自己 人死了以后啊 还生活在地下 生活在 另一个境界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 直接面对天 面对神 面对祖先 那你如果自己 各方面的 生前的这个行为 违背他们意志 或者做了 不应该做的事 那会受到惩罚 而且 会获言子孙 所以这个情况下面 那么 当时记得历史 对统治者来讲 就是要通过 这个历史的记录 通过这些事的记录 能够 保证 他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得到天 的 那么 中国古代就讲 天命 天命 他为什么能够 做皇帝啊 为什么能够统治啊 为什么照他能维持啊 是得到天命 天 给他的命 啊 所以皇帝叫做天子 他天的儿子 天的代 天的义子 所以这是保证他政治合法性的 我们现在去看啊 古代的政史 二十四史啊 这些政史 里面 从头到尾 基本上都是观察 这么有观念 那么到了现代社会 我们记录历史 主要的 也是通过 对历史的记录 来证实 历史发展的规律 对吧 来证实 我们当今政治的 家人观的合法性 啊 在中国 那我们 近代史 啊 这个 党史 革命史 新中国的历史 改革开放的历史 啊 这个历史的记录 也就是要证明 这个 没有共产党 救灭新中国 证明人民选择了共产党 啊 证明历史的规律 不可抗拒 所以我们学习历史 很重要的 或者最基本的 是通过学习历史 通过研究历史 能够掌握 把握住 这个 历史发展的规律 啊 那么这样呢 保证 我们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啊 一个群体 我们个 我们个人 把握住这个政治的方向 这一点呢 这个是最重要的 第二点呢 我想我们通过历史 可以 增加 智慧 特别是掌握 大智慧 我们现在 往往啊 讲这个历史啊 所演一些 小的计谋啊 甚至阴谋啊 这个当然 各取所需也不是不可行 但是更主要的呢 因为前面我讲了 我们了解这个规律 那么 在这样的规律下面 什么最重要呢 人类 长期建了一些的智慧 啊 那么这些智慧呢 其实 很大程度上 已经记录在 这些历史书中间 这是我们 怎么去 估计 怎么去发现 如果我们用正确的 价值观念 放在一个宏观的 范围里面 特别通过 时间空间的比较 我们就能够发现 这些智慧 有的甚至当时的人 他们自己还没有体会到的 我们今天 可以发现它 比如我们学历史 我们可以前后比较 那你就可以看出 诶 比如后面这个阶段 取得了 某种进步 那么这个进步 什么原因来的呢 诶 这个下面 你就可以体会到 当事人 一种智慧 要比我们通过 这个相互比较 比如我们以前 往往就把东方西方 古代这个文明 我们都把它隔离开来 学中国史 不讲世界史 我们现在 如果把这些 放在一起比较的话 在比较中间 我们就可以发现 每个民族 每种文明 每个群体 其实它都有它 相对的优势 如果从中 我们就会感悟出 这种智慧 所以我不主张 我们倒是 针对某个细节 或者一种 这个 都是把这个历史 看成一份阴谋 死 可能又 而与我扎 开始相互争斗 而是你这个通过 这样一个 这种历史的比较 你认识到 这个因为我们讲智慧 也是相对 不可能绝对的 对吧 那么作业比较多的呢 要从正面的 去通过学习 研究历史的掌握 了解 以及学习这些知识 第三点呢 我们学历史 可以增加 增加很多知识 而这些知识呢 通过其他途径 是掌握不了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一个人 就算他 这个现在寿命长了 你说会100岁吧 那么他除掉 他的这个幼年 或者到了老年 那么在这个 整个过程中间 他能够直接 学会的知识 是很有限的 他能够到过的地方 也是很有限的 你真的哪个人 可以多做 那么他能够这个 总而言之 他的直接经验 很有限 那么他大量知识呢 就来自见解经验 人家积累好了的 那么哪里积累最多呢 历史 对吧 比如我们中国 我们讲5000年文明史 那么其他地方 能够最 记录 这个5000年来 这个积累一下的知识 最多 那就历史书里面 我们通过学习 那么就掌握这些知识 对吧 比如我们 不可能 这个 清理整个世界 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 其他地方的知识 如果我们需要 通过什么呢 当然可以通过现状 但是更多呢 也是积累在其他地方 其他国家 其他民族 他们的历史中间 所以这个可以学到 那么第四个呢 我们可以增加很多乐趣 几个简单例子吧 我们今天有的时候 讲些笑话 或者相声 别些段子 当然一部分 是他们创造出来 但实际上好多呢 历史上都已经有了 比如以前有本书 《笑灵广记》 那就把他当时 所有了解到的这些笑话 都收集起来 所以你能够 这个通过其他途径 你不可能知道那么多 所以历史上有很多 有趣的事 能够增加生活情趣的 这种生活方式 这些消化 这些能够吸引你注意力的 这种奇奇怪怪的 非常有趣的这种故事 这种事 历史里面其实很多 只是我们现在往往不拿起了解 所以你要增加这个 就是乐趣的话 包括我们现在 看很多这个 那个细说历史啊什么 其实一部分的 它的来源呢 它就是根据历史上的故事 移化结末 或者把它展动七尾 或者中间事情加一下 但它的灵感 它的这个 其实来自历史 所以这个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出发 你在中外的历史中间 你可以寻求的很多的乐趣 最后一个呢 提高自己一个人的这个素质 这个习近平主席讲过 就是这一次他所研究 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从人文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无论是哪个人文学科 人文方面 其实都跟历史有关 比如我们讲文学 文学 那么文学本身 除了讲现代 那么很多都是过去的古代的 那么其实这里面就包含了历史 对吧 你说我现在叫李白怎么样 杜甫怎么样 这实际上就是文学是研究的内容 对吧 那么我们的历史里面很多专门史 其实各个学科技都覆盖了 包括科学 科学那么有科学史 所以你通过学习历史 那么你就整体的人的数字 包括你的知识结构 还有你自己本身对人文的一种态度 你能够得到比较全面的提升 所以文学讲个例子 那个已故的国家附属于荣义人 那就知道他家里出身是无需的荣家 是救中国一个最大的一个民主资产阶级的家庭 那么到他要上大学的时候呢 这个他已经是一个家里是个大的企业 那么他上了什么大学呢 圣约翰大学 那么圣约翰大学 当时的教会大学 这个都是英文 这个全部是教英文的 学校里面都通用英文 那么他选择什么专业呢 历史系 那么是不是家里要把它培养研究历史呢 不是的 对吧 因为他实际上大学毕业以后 那么就是到家座企业里面 以后就继承这个家座企业 那么他为什么历史呢 实际上无非就是通过学历史 学历史系 把他做为提高他整体的数值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行李比如说 这个到这个 西方一些著名的大学 哈佛剑桥这些大学去 他不管哪门学科 不管你是什么专业 一般都有这个 特别是这个本科的时候 都要学人文课程 而其中呢 一般都你不看一门历史 他是历史艺术 所以历史呢 他不是说要进你增加多少历史 只是通过学习 历史全面的提升 你当然你自己人 那我讲的这些呢 这个学历史的目的 还是一般普遍来说的 那么今天 对我们考生朋友来说 那么这个不仅是选择要学生 实际上也是谋划以后的 你本科出来 你相当一部分就要就业了 所以这个实际上一定程度上 你们呢 不能够仅仅根据就是 学科 或者兴趣来学 实际上你们要包括历史系的话 还包括就是 对你们未来一个自由规划 未来的人生的选择 那么而且呢 这个大学的本科的历史系 它本身实际上处于这个 并不是一个终点的 对吧 从学科来讲 你如果从研究历史来讲 那么这个本科只是个起点 所以正因为这样呢 我们不能够仅仅根据一般性 为什么要学历史过来选择 而且要结合自己的情况 特别我们要了解大学本科 它的培养的目标 那么你才明白 你自己根据自己用什么来选择 那么现在大学本科 它的历史系 它的主要培养目标呢 我这里选了几所 这个全国的重点的大学 他们的自己定的目标 大家看看 我先把这个 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一个大学 重点大学 它制定的历史系的培养目标呢 是这样的 就本专业培养具有基本历史学理论素养 和基本知识的史学专门人才 注意啊 它是培养史学专门人才 以见能在国家机关文化管理 教育科研 新闻出版等类机关企事业单位 从事实际工作的复合性人才 除了专门人才以外 还有一种他认为培养的是复合性人才 那么具体呢 他说本专业 注重培养学生的史学研究能力 资历造就高水平研究人才 鼓励学生继续深造 使学生能适应在教育部门和科研单位 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要求 以专门的历史学训练为基础 养成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 适应能力 适应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从事行政管理 宣传教育 文化博物等实际工作的需要 其实大家听下来跟前面的 我还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总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培养专门的人才 但是还有呢 比较适应时期的需要 再介绍一个 那么他说要求学生掌握 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熟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史实 掌握从事专业工作所需要的研究方法 关注国内外史学界的前沿动态 教书系掌握一门外语 对于历史学 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基本知识 有一定了解 具有一定的史学研究能力 我这个因为各个学校 我查了一下大同小异 那么我是选了这个重点 几个大学 他们有些基本的要求 那么也许大家听了以后 觉得这个都比较抽象 那么具体我们到底怎么来选择呢 好吧 我就跟大家稍微具体一点 那么对于各位 有这个 目标要选择大学历史系的 那么至少你们现在都是应该讲比较喜欢历史的 或者自己认为自己历史的基础比较好 有一定的基础 但是光考虑这个还是不够 那么现在呢 比如说你自己的目标 是将来真正从事历史研究的 做过历史学家 或者在大学或者研究所 专门从事那么历史研究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大家必须要明白 大学本科如果对于专门研究来的话 这就是刚刚是个起点 如果你有这个目标 那么你都有准备 你至少以后要研究生 要学习 要硕士 博士 如果你不准备 如果你不准备继续做这个研究 或者继续从事研究的学习 那么一般的来讲 在今后你是当不了专门的研究人员的 这个如果说中共以前 这个改革方以前 那么已经有些就是本科毕业的 就到研究部门去了 那么今天在中国高等教育经相当发达 在正常情况下 这个你没有这个研究生的精力 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恐怕很难今后真正成为研究人员 一个门槛不到 你就是现在大学 要招这个研究人员 或者三门研究机关 这基本上是门槛 那么有的因为特殊情况 或者你表现特别优秀 本领特别大 那么可能糟了 但是一般的你今后 在这你也必须还是要去拿这个学位 因为真正我们要培养研究人员 那是要通过这个硕士博士 说实还不够 那么要这样的人 那你必须现在的基础 也要比较全面 不是一般的 这个被几个历史年代 或者历史成绩考得好一点 而我觉得这个是不够的 所以大家要谨慎的选择 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我们现在有个不好的风气 什么东西都要讲究兴趣 这个历史们要讲有兴趣 要这个什么学习数数学 到七位数学 其实真正高深的学问 高级等等 不可能通过这些学问 这是很刻苦的 所以前例有计划 科学之门是地域之门 你如果真的要有志 将来作为历史研究人员 你现在就都有时间准备 要长期的 甚至看来很枯燥的 这种学习 进来 你才有可能 另外呢 有一点 哪怕是最发达的国家 历史学家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富人 当然一事无忧 对吧 可以过一个中产的生活 无论是有些世界 很有名的历史学家 你说他 如果要他收入的话 绝对甚至不能一个公司的高级资源 对吧 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而且历史书 哪怕重要著作 也不可能像畅销书什么 拿很高的版税 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这一点呢 要明白 大家不要看了 现在有些人写畅销书 我现在是研究历史 我也写得出来 后面我讲到 林芳女业不一定写得出来 所以这一点呢 当然我也鼓励 我们有这样条件 有这样志向的人 你们去报考 这个大学的历史学 历史系 并且呢 今后进一步的深造 去真正成为我们 中国以后 未来的历史学家 成为世界 加了著名的历史学家 这是一类 那么第二类呢 我们这个大学历史系 培养的相当一部分人 未来呢 是做大学的 或者各级学校的历史教师 实际上 就是这个 民国起见 那些大学 历史本科的毕业生啊 也是 很主要一部分 也是做教师的 今天大家要有这个 准备 你这个 大学历史系 很大一部分培养 就是培养 这个教师 而且 如果你想 留在大学 做教师的话 教历史的话 无论在大学 哪个 吉他系 还是历史系 一般的话 本科是不够的 比如我知道 像北大 像我们佛旦 一般我们留的人 这个 至少要拿到博士学位 现在拿到博士学位还不够 还要有 不适合的经历 或者是 在其他单位 工作过的经历 那么这样的才 找出你进来 所以你想 如果今后在大学 做历史教师的话 恐怕你的 有时间准备 你光有本科是不够的 现在甚至有些 这个高中 他们对 找历史教师的要求 也已经提高到 要至少有硕士学位 那么一般的话呢 你如果本科毕业 要做历史教师 教历史的话 大概中学 我想大多数是可以的 这个 有些学校甚至要求 已经提高到有硕士 那么当然呢 教历史的范围倒是很广的 比如除了大学本科 那么现在像这个党校 行政学院 那么一些这个 现在有些这个 高知高专 有些也开这个历史课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需求 那就是这几年 各类高校 都在失利 有的已经大多已经失利了 马院 这个这个马院呢 他现在这个里面开的课啊 就包括党史 包括近现代史 对于需要 有的还包括世界史 所以他很需要大批的历史教师 当然一般的在大学的 马院有的也还要求是 有些招博士生 说实生的 但是有这几年 这方面 需求还比较大 但是你如果是学古代史的话 这些部门大概就 就就不一定 不一定需要 除非你 你愿意改行 所以这个教师 是需求量还很大的 所以大量的这个中学的 这个 都是每年都是通过 这个本科生 那么当然了 现在也还包括一些 这个教学的培训机构 他也需要 找这个历史的教师 大多数呢 还是讲历史有的呢 就让你给教其他课程 因为他觉得你是经过本科生的历史的训练以后呢 这个其他上其他各的能力也不错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需求 那么问题就是这样了 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 除了自己兴趣的话呢 你要看自己的这个基础 跟能力 比如你这个准备将来是这个做历史的教学人员的 那么有一点很重要 你除了你本身的将来学到的专业知识以外 你的表达能力 怎么样 对吧 像我认识我们有一些老一辈的 很有名的历史学家 有的上课上的很好 但有的老先生 他课上不好的 所以他做的研究不错 他上课的效果就很差 而且要这样他到了这个年纪 才改变 他也改变不了他 对吧 而且不同的教师要求不同 你比如大学的研究生老师 这个学生比较看重的 是你本身的水平知识 但是中学呢 他往往首先看重你的表达的能力 教学的能力 哪怕你学问很好 见解很高 但是你表达不清楚 或者表达效果不好 那你这个教学效果就不好 是有不同的要求的 我的老师谭吉祥先生告诉我 他的老师顾吉刚先生 很有名的吧 顾先生写文章 漂亮结了 一天写几千三万字 你去看他写的白话文的文章 就这个非常简洁 但是又很明了 但表达那也不好 他而且讲话有些口词 所以经常上课的时候 有一句说 都讲了半句讲不出来 都是这种情况的 甚至还告诉他一个比较调皮的学长 还专门学顾老先生的话 但是他如果个别跟你谈的话 唯唯一动听讲得非常好 所以像这样的老师 那么他可能他擅长与这个研究 擅长与个别指导 但他的教训 如果他到中学 那这个教训要过就不好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样 如果这个方向呢 一个自己看看自己这方面 这个基础怎么样 另一方面呢 那么我就有意识 就整个进了大学 我就可以的提高 我自己的这个表达的能力 包括现在 你普通话 是不是讲得像我这样的普通话 恐怕现在到中学 人家也许面试的时候就不合格了 对吧 所以这方面呢 如果我们有自己将来通过上本科 将来做一个历史教师的话 那么也 请在考虑考虑 尽量利用自己的长处 或者是呢 这方面 以后怎么样去迷不运用 这不是短期一天两天 或者单单奋斗一个月就能提高的 这是个长远的 这个基本的这个要求 那么另外呢 要说教师的话呢 他除了历史以外 应该有比较广的资深面 这样才教得好 才对学生才有信念 这个呢 也要看自己现在的条件 以及自己有没有这个兴趣 在这方面提高 如果你一个教师 资深面很窄 除了课本 讲不出多少东西来 那么这样的 不管你哪个 专业哪个修科 恐怕都是不太受欢迎的 效果也不是很好的 第三个方向呢 就是前面提到的 就是历史系 应用自己学士的 这个大学本科技术 行李的结果 那么目标呢 比如是公务员 行政管理人员 还有呢 像大案文物部门 那么这些单位 就是 你去 用历史的 专业的训练的结果 去服务于这些部门 党政部门 党政部门啊 行政管理啊 现在还有一些 这个 这个大的企业 他的行政管理人员 还有 大案啊 文物啊 还有呢 这个 秘书类啊 文明啊 以前有些单位 这个 招 招 招工的时候 他不懂 他不知道 这个 学问是相同 他 文明他认为 这个中文系 那么应该 招秘书 招文明 应该到那里 后来发现啊 这个 历史系的 很合适 什么原因呢 我们这个历史的 教学的过程中间呢 对大家这个 归纳分析的能力的训练 啊 这个 一般都不错 所以呢 受过历史训练的人 他比如他 当文明 他对这基本的事实 基本的数字 逻辑关系 这个头脑很清楚 所以这很合适 啊 所以我知道 这个好多重要的 啊 文明人员 他其实都是历史系 出身的 这是我们历史系 这个就业上 一个很好优势 那公务员 大家看到 现在连公务员的 考试里面 好多都是 历史方面的内容 因为 其实 这个 每个工作部门 每个岗位 啊 都离不开 这个历史 啊 你就是党政部门 那么这个部门 以前的啊 这个 你出国历史信任 你无论是在整理 以往的文件 或者处理 以前的事啊 这个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 这方面都是比较内行的啊 所以呢 这个公务员中 这个行政管理人员 当然的文明人员 这里面啊 那是都 都这个 好多都是 这个历史系 这个出身的 那么 但是这些部门呢 一般大家 要知道 政治上 有 比较严格的要求 啊 这个 你想党政部门 我想 你这个 一般的话 你 这个 都应该是 啊 这个 或者具有党员的身份 或者政治上 要 要很可靠 啊 那么这个方面呢 大家 你如果 自己啊 要考虑 这个 这个要求 自己怎么样 或者有没有这个要求 啊 这个 如果你本身 这方面 自己本身没有要求 那么今后在这个就职上面 这个 要比较啊 可能会碰到障碍的 对吧 啊 那么另外呢 你这个自己 如果确定的 考虑实习是这样一个目标的话 那么 你就是 除了 学好历史本身的 课程以外 那么一般的 我想你应该 更多的关心 实施政治 啊 这个 有些呢 你可以早一点关心 他的这个 未来的 这个服务的 部门 他的具体的 这方面 你比如党政部门 那世界面很广啊 啊 我们现在中央各个部 地方的各部门 啊 那么你光是 你如果要去 再来做这个工作 你就早一点 也关注到相应这些方面 啊 比如说 文文部门 大案部门 像大案部门 他本身 大案本身就是有个专业 对不对 啊 这个很多 这个 有几个学校就有大案系的 那么你如果 历史系的人 将来希望到这里的话 那么你提前 也要熟悉这些方面的 专门的支持 啊 这个 特别党政部门 你对实施政治 你平时要 要关心 啊 而不是你整天 这个孩子成见了 你古代史 那么老实讲 加来 你在这些方面 适应能力就比较差了 啊 当然了 我讲的包括上面的 这些啊 一个基本的前提 你都是还是 学好你本身的 这个历史系的课程 啊 这是个基础 你不能脱离这个基础 如果你一开始就脱离这 那你还不如 现在不要选择历史系 对吧 这些部门都是历史学 历史系的 学科的 它的具体应用 这是第三个方面的 第四个方面呢 我们历史系的学生 相当一部分 啊 是可以到 这些部门去活物的 那就是 出版 新闻出版 媒体的业务人员 这方面 这几年的需求量很大 而且呢 这个有些部门呢 也就一来意识到 受过历史训练的 学生 对他们的 这个 这个 我以前呢 跟那些电视台 打交道 他们包括央视啊什么 他们告诉我呢 他们 以前往往招人呢 就直接从他们的专业招来 当了好处 来了以后马上干活 因为他 本身学习的只有这个内容 而且他这个 有的已经实习过了 所以今天来报道 明天就给上岗了 但后来他们发现呢 从里实习 啊 招的学生 啊 又发展的 潜力很大 尽管他们 刚进入这些岗位 有一段实习 学习的过程 啊 这个时候 在前面阶段 他们比不上 那些 专门专业毕业的 但是慢慢呢 他们的能力就显示出来了 因为他受过历史学的信念 啊 他了解基本的 此时 啊 另外呢 他有 具有这个历史的眼光 啊 还有呢 一般的 逻辑分析的能力 为呢 都比较强 啊 同时呢 他 这些分析 都是以私设 为 基础 啊 所以 以后啊 无论他们在 这个啊 做新闻 报道啊 或者做这个 项目的策划啊 啊 或者把握着一个什么大的 接摸啊 就他们的 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啊 所以 这些年 呃 包括我们自己这里 我们的研究生 我们本科生 很多呢 就是毕业以后啊 就是到 这个新闻策判啊 这个媒体 这个 这里做从业人员 啊 所以这是 以后历史系啊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一个出路 啊 这个 那么 如果实际有质疑 要到这些部门的呢 啊 那么 这也注意 也需要 也需要呢 在历史学以外 扩大 相应各这一方面的知识面 可以说知识面也广 也好 对吧 你这个 适应性就很强 啊 另外呢 要提高你写作能力 啊 这个 当然 历史系本身也要提高写作能力 但是历史系的写作能力呢 主要还是写了文 啊 写笔记 这些类 但是你如果到这个 呃 新闻出版部门 到那些啊 媒体呢 那你这个写作能力是应该 全面的 啊 你是会写各种问题 对不对 啊 那这样你才有强的声音力 啊 甚至还会创作 对吧 而且呢 这个 你想到这个写版部门 很重要的 规范 啊 我们有些同学文章写得很好 但是啊 错笔子不少 用语也不规范 啊 特别现在 往往受到那个网络上的影响 网络上有些话 有些词 它可能真 今后成为 从流行语变成了 这个 经常性用的 有的 瞬间其实就很快淘汰了 有的意义就不平的了 啊 还有呢 不会写 现在好多不会写规范 规范的文章 什么场合 你正规场合 用正规的用语 对吧 你比如媒体上面啊 他如果是个娱乐 新的报道 他有他的 词乎有的意义 啊 现在呢 就不分 亚说不分 所以我们如果 这个 就啊 历史系 报告 历史系 将将来希望 从事 这媒体啊 从事 新报道 那么在这个期间 就要 一方面 现在就看看 你的写作的基础怎么样 如果写作太差 这些部门都不适应的 啊 或者那么 就从 进入大学以后 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 这方面的训练 啊 这也跟表达能力啊 不是一招一些 可以可以 极高可以做到的 啊 这是 这一类 这一类呢 可以到文博 博物馆 文博部门 图书馆 档案馆的 做业务人员 这个跟 这我这里讲的 档案跟前面 有什么区别 前面我讲的是 做行政管理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业务人员 你比如到这个啊 文博部门 博物馆 啊 这个图书馆 啊 这个大案馆 这些做业务人员 那当然这些 本身 它是有自己专业的 啊 比如图书馆 啊 一般 有中国 有几个大学啊 有图书馆 图和情报 图情系 图书馆学 它本身是文学问 大案 那么本身有大案写 博那有博物馆 对吧 文博博物馆 专业啊 文博系 文博专业 它本身也是专业的 但是为什么它也是历史系的 这必须是一个很好的旧事的地方 因为它也需要就是偏重历史的 或者专门历史的跟它集合 啊 这个 实际上这方面需求量很大 啊 你比如说文物考古部门 啊 这个它有它的专场 对吧 但是呢 这有的很大程度上 它还需要跟历史 文献 把它结合起来 或者通过历史学来判断 啊 它那个 这个文物 这个考古 它的 价值 或者 帮它一起来鉴定 啊 所以这个文物 历史学的人才 他们都多好 有的甚至就是本来它就是历史学出身 以后再去转入文物博物馆 这个专业的 啊 那么 如果是 大家有意思要 今后往这方面发展的话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 我建议呢 就是大家 这个进入本科以后啊 要复修有关的课程 啊 要复修有关的课程 因为这些 专业知识也不是 随随便便那么容易学的会 如果你在大学期间 就去复修 这一门课程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另外呢 还有尽量争取 这个 这个实习的机会 啊 那么为今后的这个职业呢 做好准备 啊 那么这一类呢 现在 可能有些同学 报考的目的就是 做这个 就现在新兴的那些文化产业 文化创意 啊 这些部门 啊 啊 编影师啊 呃 这个制作游戏 软件啊 啊 这个现在这种很多文上的产品 文上的 呃 这个产业啊 都是需要懂历史的人才啊 都是历史人员 啊 一方面有很大的需求 另一方面呢 的确现在随着文昌产业的新奇发展 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 但这个大家不要误解 啊 这些部门 它不是专门研究历史 专门历史教育 真正的历史的这个本格的训练 在那些部门不是什么优势 啊 为什么 因为你比如说我今天搞一个 编一个影视节目啊 细说的东西 它这历史是借用你的 不是真正讲历史 真正讲历史 你那个历史学家 就能够编得出这些吗 啊 这个上海 当年他们电视台 要拍一个商鸭 啊 拍个电视 拍大概有六节还是几节 他们找我 他说哎 你你这个 帮我们去做嘴 我说你不要找我 为什么 如果光讲历史的话 怎么拍得出来呢 啊 那个 《伤经历传》史记 啊 我开始认为一千多个字 后来有同学很认真 帮我数了一下两千多个字 那这两千多个字里面呢 没有什么故事情节 没有爱情 啊 没有凶杀 啊 没有什么计谋 那你怎么能够拍出 吸引人的 能够这么那么六 六节电视片 都拍不出来的 所以我说你们自己就是 知道了这些历史基本事实 下面就是你大胆去创作 啊 去编故事 只要你基本的大的框架不违背就行了 很多 没有史书上没有名字的人 你可以编可以照就行了吗 你否则怎么编得出来呢 所以我们现在有的 历史啊 这个专家不知天高地火 哎呦我是历史专家 我肯定能够写的好多历史小说 这两回事 你没有丰富的想象力 你怎么做这些事呢 对吧 你比如说你现在要编个历史 你要真正有吸引力的话 你非得要有一个再创作过程 而且肯定要有丰富的想象去编故事 你只要不要太荒诞就行了 那甚至有的呢 就是要有荒诞也有吸引力 这两回事 对吧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不久前 这个王财荣 让我制作他们这个学说顾问 哎呦有的人就说哎呀 你这个教授怎么堕落怎么做这个事 这个不对的 哎 游戏软件这些影视作品文化餐饮产品 它不是假历史 对吧 我们也不要企图通过这个去学历史 去教历史 它就是娱乐就是游戏 就是 这个甚至你不有些荒诞剧 它就是要比荒诞 但是会不会影响大家学会不会的 你就明白这不是历史这就行了吗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有自己将来做这些部门 那么你千万要明白你的历史学的知识 这些训练 在那里用处不是很大 你不要疑问就是什么 那么你真正要到这些部门 你赶快去学这些部门就要的 比如说写作 比如编故事 比如说怎么编制游戏的程序 这个才是基本的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也希望我们年轻的朋友啊 量力而行 现在往往有的看人家很容易啊 也这么年轻写了这个历史的畅销书 好像我学的比他好做的费 我也来一下 不对的 他们是有他们的这个规律 对吧 就拿历史畅销书来讲 其实他不是历史的修说研究 甚至某种程度上他还不是真正的历史 为什么呢 他是写的过程也是有选择的 他比如说我都有根据是有根据 比如说这个故事 历史上留下三种版本 那么其实第一种版本呢 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但是没有什么情节很无趣 而第三种版本呢 相当有趣 这个很有吸引力 但是恰恰历史就要认为他最不可靠的 但是我今天写个畅销书 写一个吸引人的 我又选一第三种 我不会选第一种的 你说我是不是历史吧 你也是 这个就当时留下来的 但是真正的历史研究它是这个标准 跟你写唱小书 跟你编故事标准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 对吧 所以不要以为这些部门 我们既然我是历史本科 甚至我是历史研究生 我就可以做好 不一定 因为他实际上 对他们这些部门来讲 对文化创意来讲 他这个创作 他重要是一个创意 那么他的检验他标准的 是要看市场 是不是很万一 是不是经济效应 而不是看他是否符合历史 所以这个如果 有自己做这方面工作 别以后 那么我认为你们重要的 那就是在学好历史课程的同时 集结 这个选整方向 同时做好这一方面的准备 或者是实行 那么如果实事不行的话呢 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 转到这个 其他方面比较好 你不能刚看到啊 什么人 一部畅销书 或者一个什么 什么创意 马上获得很大知名度 收入多少高 现在是什么做一个直播 讲一个历史故事 有的马上收获多少 是有这样的人 但是也许他很快被讨历 而且大量的人做这个事的人 恐怕勉强维持都不容易 这种行业淘汰的很高 而且有的时候 你不得不把商业利益 把这个吸引人 把这些放在地狱 或者把甚至把拉广告放在地狱 当然我不反对这个 你去做这个事 但是我就希望呢 这个都能够 大家注意这一点 注意这一点 对不起我把电话我马上 对不起啊 我们继续讲 那么这个 这一方面呢 我们 还是像前面讲的一样 这个 我不反对就是 你现在 报考历史系 就是为了将来的应用的目的 但是你一定要并且明白 你这个方向在 我们历史系本身的 教学中间在多大 我倒劝如果有这些 这个目标的同学啊 还是不要报考历史专业 你记住 你家里想做文化参与 你可能 包括其他 你比如说 现在这个 学这个 传媒啊 或者你学一个什么 什么文艺方面 可能 又对你用处更大 那你这些历史知识呢 老实讲 你通过 只要你这个能力 通过业余学习 或者甚至当时 跟这方面的合作就够了 总而是 你要明白这个主次啊 这个 因为我前面讲过 我们历史系 这个培养的 基本的目标 里面 实际是不包含这些的 这是这个运用这些啊 那么这个 所以你自己啊 要要要考虑好这些 那么 最后一个目标的 那就是 有些同学 他并不希望 今后做这个 从此历史有关的这个 这些 但是呢 他 报考历史系呢 就是 主要 只要着眼于 能够进大学 能够在这样有利自己 全面提升 人文数字的 这个基础 就像我前面讲的 龙毅仁先生 当时他家里 他自己报考历史系 他并不是 一开始就明白 他他不要做这个 那么他为什么既然是要管企业 为什么不去做企业管 这个不需要 因为这个他是作为 他只要能够用这些人就可以 他并不 而他需要的就是全面提升 他的人文的数字 提升他的教养 他到这个环境 提升他的 比如英文 这才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 有些同学这样的 我觉得也不错 你就是 什么专业不是主要的 而你到西洋 比如进北大 进进华 进这个学校 另外呢 就是通过历史系的学习 比如说 你有大学的环境 全面提升自己的这个人文数字 这个也很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么你就注意这个 如果在这个学校里面 光自己是注重提升历史方面呢 可能有可谢 那你就可以进华 比较多的参加大学的各种课议的活动 扩大自己有多量 多增加一些时间的活动 那么这样呢 对全面提升你的人文的数字 全面提升你的人生的人类 这个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想到的呢 就是我们作为历史系的话呢 这个如果大家选择的理由呢 无非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 那么自己一般来讲 自己看看自己选择的历史系 跟自己的能力方面 什么配合 就是我这个到底 除了加拿来这一目标以外 我到底是 保历史系好 还有保中文系好 还有保哲学系好 那么这里面的一方面 我觉得这个兴趣很重要 我们有些家长老师 往往不考虑这个学生他本身的兴趣 都希望自己根据我的自己的目标去规划他 比如有的家长我自己本来是想多历史系的 没有多成现在你孩子你去去多吧 对吧 或者有的家长比较片面的只考虑经济 我曾经有几次有的学生有的已经工作来找我 他说老师我本来当年是也包括历史系的 我的父亲强制我一定考金融 所以我现在虽然在保险公司工作 这个收入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人生没有味道 所以他说我现在还是要辞职到你这里跟你念研究生 我就劝他不要那么做 我说果然你的父亲的选择没有尊重你的兴趣是错的 但另一方面你父亲也是跟你的选择也有一定的现实性 不信你现在你说马上辞职到我这里 那你一下子从比较高的缩络来拿这个很少的奖学金 你习惯吗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个现实问题 但是呢我希望就是尽可能的首先满足考生学生他本身的兴趣 一个人一辈子要去做一个自己没有兴趣的事 不仅非常痛苦 而且效果也很差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家长要尊重学生自己的兴趣 这是个前提 这个 当然了不是兴趣不是唯一的选择 啊 那么在兴趣的前提下面 如果他如果不具备这个基本的条件的 那么自己呢也明知的 这两者 因为我一个人的选择 包括这专业包括学校的选择 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每一项都是最高好的 这样的学生有吧 个别的 大多数呢 往往这一项考虑多一点 那一项考虑怎么样是适当的平衡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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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的 那么除了兴趣以外呢 第二步呢就要看自己的基础 这个基础不是仅仅你多少分 多少分呢是硬的 如果你这个分数进不了的实习 或者进不了这个学校的实习 那你这是要赶快改变 那么在这方面以外呢 你自己要看一看 就是根据我前面讲的这个历史系 将来未来可能重复的工作 以及你自己本身这个选择 那么你看看自己这个条件够不够 如果差距太远的 那你就还是呈现在改变比较好 那么这里面有这个基本的 以前有些误解 好像我独立史系一定要记忆的好 或者有的人跟我 向我推荐这个学生好的不得了 为什么他年代表都背得出来 他记得多少多少 像王立史帝有的告诉我 我所有的线都背得出来 当然有这个很好 但是到现在社会 这个已经不够了 我们以前考虑死很多到现在有些孩子跟我来抱怨 哎呀我这个什么东西年代记不住啊 什么东西记不住啊 我们的都说的时候 老师就说你们这些都必须记住 那么我们就跟他说 哎 记不住什么关系 我到底翻一下年代表就可以了 老师马上回答 你能一辈子随身带个年代表吗 那是话道也对的 但现在那我手机上按一下 或者我什么东西 加来或者一个什么芯片已经执在你身上 那不要说年代表什么都可以插 对吧 现在和理论上讲 全世界多数官所有的所有都可以进入中单 跟你随便减锁 所以现在记忆里的优势 光知生命的优势 往往已经谈不上优势了 比如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我只要知道几个大的事情前后的次序就行了 这具体的每个年代 我临时长期也没问题的 我脉络清楚就可以了 那么需要历史的优势需要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 那就是分析归纳的能力 逻辑推理的能力 这是更重要的 如果你光是目的就是历史就是教学 那么这个方面差一点问题还不大 但你想今后稍微做点研究 或者我在教学从事实际工作 我业余还都做点研究 那么这个最需要的是你基本的逻辑 可以分一些推理 分一些归纳的能力 这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我们免不了要看历史书 查史料 那么这个史料 第一步当然要看懂它的意思 但是光看懂它的意思 够吗 不够的 对吧 那就要 还要看懂它 在文字 所表达的是这内容 而不是它文字本身 它形式上的内容 用我们的话讲 就要看懂它文字背后的历史事实 对吧 比如同样是数据 我昨天在讲网课的时候 讲到一个 你比如我们现在讲古代有多少人 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这个历史书上写的不是人口 是户口 那这个户口跟人口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就要知道当时户口怎么调查的 所以这个你才明白户口不全部等于人口 中间是有差异的 甚至有的户口是假的 那么这个就需要你用逻辑分析推理的能力 为那能力 你才可以看到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大家要学历史的话 看看这方面的能力怎么样 再一个基本的能力呢 就是一种文献的能力 看书 这个跟小说 以及这个看哲学书这个又有区别 这个历史的史料 我刚才讲 除了第一步要看懂 那么看懂就有问题了 中国的史料 我们今天看的包括一直到民国年间 大多数都是文言文写的 你看那些人留下日记啊 民国时的公文啊 甚至你看这个毛泽东选节 当年在49年前他写的文章 特别有些公文 有些就是拿文言文写的 那么你看不懂文言文 那么你这个怎么办 有的就会有误解啊 对吧 那么这个能力 当然你可以到了大学以后 再去提高 但是如果你这方面 一点基础都没有 那么这个恐怕提高比较困难 那么相反的 你如果有这方面基础 那是这个 就是应该利用它 自己在选择在野时 利用这个 有的你以为我有很好的文言文的一朵能力 只适合中文系 那么我告诉你 这个爹地实习来讲也是很合适的 这个你打开一个史料 有的人以前有误解啊 我年旧近现代史 还要要文言文干什么 不信你去看看 这个民国年间 很多史料公文 都是拿文言文学的 那么这个 你如果没有这方面基础 那么这不行的 这个 再一个呢 外语的能力 外语的能力 这外语的能力 也不是一招一招就能提高的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能力 那是应该可以 作为选择历史系这个一个根据的 那么当然了 一般的我们有通用的外语 英文的能力就可以了 这个 但是呢 就是你这个 如果是你已经对这个历史 有一些具体方向 譬如我特别喜欢 这个欧洲历史 那么你 如果除了英文以外 你能懂一个欧洲的语言 或者这方面就更好 对吧 你比如我想 今后这个学习研究日本史 那么你当然 认为你当然最合适 特别一些比较通用的大的一种 你如果能够有这方面基础 那么这个是作为你学习历史呢 应该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的条件 而有的人说我是想 喜欢中国古代史 那我英文能力要他干什么 你不知道 这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 中国古代 总的来讲 当然是用汉语书写的这些 是水平最高 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面 一些理论方法上面 我们也不排除 有的用英文写作发表的 它里面有不少值得我们参考 甚至达到了比我们高的水平 这还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呢 你怎么样把我们自己 包括你未来可能产生的研究的成果 怎么去跟人家交流介绍 当然了 一种可能他们自己学了中文 现在有很多汉学家 那个我不能说他书面已经怎么能力 像 至少他的表达里面 我碰到好几个北欧的什么校学 他的普通话比我还准 美国那个有几个人也是这样 对吧 那你有这个条件 那么就可以比较好的 获得世界的前沿的这种知识成果 同时的把我们自己的优势 这样画出去 包括我刚才讲到那很多应用型的 应用型的新获得历史岗位 如果你有比较好的外语能力 那对你来讲也是很大的优势 比如我们现在有些文章产品 有些直接用英文用外文做的 可以广告世界的 那你就不需要经过人家巴尼玛尼 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 所以这方面的条件也可以一样看一看 能力方面呢 我也实施求是假 我们这个现在考生都是成年人了 也不要回避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条件 的确比如说有些家庭 有些经济上是还比较困难 那么你将来考个比较应用性强的专业呢 也是比较好的可以缓解这个矛盾 如果你选择一位走研究的道路 那么那你就要有什么事项准备 或者就要跟你的家长 现在就要大家商量好 什么在经济上面要克服困难 因为你像现在我们大学本科生 特别你加了如果你有自己加了要升到的话 念研究生 那么这个研究生期间呢 现在讲学金还不很高 对吧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我刚才讲了 就是你加了做一个历史 做名的历史学家 那么全世界的真正历史学家 也不可能富人 如果你在经济上面丢受要求 那么你应该选择一个更加实用的专业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人生所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这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放弃经济上的要求 但是可能坚固的情况下面 我们也还是要坚固的 一个年轻人呢 也要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这个自己资历 或者在这个回报家庭 这样的也要考虑的 对吧 有条件的话 为什么不考虑在前面呢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对一个考生来讲 面临的那么不仅是一个专业的选择 报考学校的选择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生的选择 那么对我们这个国家 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 我总觉得我们历史的专业的选择 还有专业以外的意义 这倒不是因为我自己从事历史历史地理 我夸大自己的作用 我回过头来看看 习近平主席对我们这个历史学科 对这个历史的研究 对这个历史的研究 他的定位 以及他的要求来看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发展到今天 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但是也非常关键 这样一个时代 最近我们看世界各地 这个好多事情啊 他看的是现在 但是有意无意的 不可避免的 回到了历史 比如美国 现在那些抗议种族歧视 这个提出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 这些群众 这些游行的人 这些有关的专家学者 他们现在都已经 世界到了一个对美国的历史 对美国的历史人物 怎么样评价 对吧 比如说 华盛顿 对吧 以前被称为美国的国父啊 对吧 美国的先贤啊 但现在呢 有人翻出他另一面了 对吧 他自己不是 加利尔黑奴吗 数量还不少呢 对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今天才知道的呢 早就知道了 我在前几年都高效的 这个很多讲座里面都讲到这个问题啊 对吧 不是说 以前的人 或者美国人 他不知道华盛顿的另一面 而是他们的主流的价值观念 他的历史 价值观念 他 怎么来解释 怎么来认识 对吧 当他们这种价值观念 有所改变 那么就原来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掩盖着的 或者被故意被获释的另一面 就显示出来了 对吧 要比林肯 那么 以前主流历史宣传的 是他 解放黑奴 但是 历史学家早就研究过了 对吧 他其实并不是像最获得立场那样 在这个以前 他是赞成黑奴的 他只是同情那些努力的造力 对吧 所以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历史研究本身 弄清楚事实 记录下来 这是很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呢 更重要的是历史的价值观念 就怎么样去认识历史 解释历史 以及怎么样去弘扬历史的主流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吧 在我们中国 对吧 我们现在 要反对历史的虚无主义 我们还要反对历史的民粹化 对吧 现在有些人就提出来 这历史谁来写啊 公众来写 那谁是公众啊 实际上就是他们这些人才代表历史公众 而你代表公众 对吧 那么历史 公众可以参与 但是如果历史都是人人公众 自己写的这叫历史 那么我们怎么体现这个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念 对吧 实际上还要离不开历史专业人员的引领 离不开我们历史的基本的价值观念 不能偏离历史的政治方向 那为什么说 到了今天 这个世界 历史学 我们它有更加特别重要的意义呢 那些年来啊 经常有些人宣传 欲言欲测 好像你看 这么重大的事情 谁议策了 当年苏联解体以后 有人就宣传美国一个学者 早就提出来这一年苏联解体了 大地震发生了 又说 某某一言家多少年前就说了 这个要地震 总是一直宣传一言 甚至这一次也有人说了 你看某某人讲过了 什么时候 这个要有大的灾难 现在果然到了 有这个可能吗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到目前为止 我们历史研究中间还没有找到 真正的一言家 真正的一言家 正确的一言家 我们现在宣传的那所谓的一言 往往都是在事情过了以后 他才公布 再开始 你有本事 哪个人先公布 一个什么事 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 更不要说是中国历史上什么烧饼歌啊 什么哪个人的这个议员啊 什么东西啊 这些都是时候的 而且你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完全是伪造出来的 对吧 那么有没有这么好偶然符合的呢 有的 那这是不是一言 这是 这偶然的因素 那么 偶然的因素完全可能啊 就像我们讲天气一样 明天下雨还是天晴 我说下雨 明天真的下雨 你看 这人不能下雨 这不是 真正的一言一词 是需要一定的概率的 对吧 你比如 你有本事 你不要说明天 你天天跟我讲下去 那就好了 可能后天就不对了 或者明天后天对了 再后天就不对了 那么这样我统计啊 你这个凯理到底你是什么根据 那么事实证明 历史的现象 特别大的历史现象 那么复杂 它的世界的因素那么多 到目前为止 不可能用科学的手段 或者用电脑的这个算法 来高速印象把它算出来的 你像围棋 那么为什么机器 电脑能够获胜呢 它其实是一个计算的过程 专家有关的人 把所有现在能够找得到的 一千多万个吉普 全部输入到这个电脑里面 然后大家高速印算 对吧 我这个白子 黑子下号 我白子放哪里 那么一般的这个 围棋运动员 它就通过这个心算 在M种可能里面 找出自身的一种 那么那个电脑呢 它把人类已经 接了一些所有的电脑 非常高的速度 它远远超过你速度 你算多少步 它算得很好 然后它做出一个选择 它是这个原理 对吧 那么今天这个历史现象 某一个国家 或者某一个地区 某一个这个重大的事件 它背后世界道的因素 既没有像那个围棋 这么已经有了现成的 一千万个吉普 同时它也不是 只有这么黑子白子 这个怎么摆发的因素 所以到目前为止 是没有办法通过 科学的手段 来进行分析的 那么正因为这样呢 也不可能通过哪个天才人物 自己就做什么 那么人类是不是 面对未来就毫无办法呢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 说一绝对的办法 但是相对的办法 比较好的是什么 研究历史 对吧 因为历史虽然不是 完全重演 但是往往有很多 惊人的相似的地方 而且历史虽然这个规律 我们还没有真正掌握 就像其对真理 我们可能永远没有掌握 历史真正的规律 我们也许可能从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研究 逐步逐步的逼近 逐步逐步缩小这个差距 逐步逐步把它比较具体化 所以正因为这样呢 我们对这些渴望议员的人 我们作为历史学者 我们给他的劝告是 一起相信那些虚无缥缈 甚至完全胡说八道的所谓的预言 你不如听听我们历史学者 对过去总结的这些意见 然后你根据我们跟你提的这些 对以往历史的总结 都准备几种应对未来的预案 这样才可以面对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 比如我们这一次新冠肺炎 不要说去年前年 就是它刚刚爆发的时候 有谁能够正确的预测现在这个结果 有谁会想到美国这样一个作为世界经济势力最强的 医学什么各方面 公共卫生都是相对讲最发达的 会出现现在这个结果 那么这里面呢 即使你光研究过够不够呢 不够啊 就同样对着这些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美国人的家的观念 美国人的这个 对吧 平时为人处事的 这都有它的特点的 对吧 同样的情况 比如说中国可行的事情 在美国可能根本不可行 它这个人的思想方法 生活系统各方面都不同 对吧 但是历史呢 我们分析历史看 就拿我们中国来讲 历史上面曾经有几次大的产染病 流行病 曾经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一定程度影响了当时的历史 如果我们对这些 如果充分的研究 并且呢 注意寻求它里面的规律 那么对今天 我们还是 能够起到借鉴作用 这个作用超过那些虚无缥缈的意言呢 那比如说历史上面 我们就发现 人口的大规模的流动 往往就是传播 这种病毒的一个途径 那这个如果教训的话 我们用现在的印象 那还是很有用的 所以我认为在现在这个特殊的年代 我也可以是第一次跟考生朋友们 就通过这种方式跟你们交流 那我就想到我们的历史学科 我有这个信念 它的未来 有广阔的发展的前景 它会 人为 我们国家 为人类 做出更大的贡献 所以我请各位考生 家长 老师 校长 你们在帮助我们的考生 确定这个志愿的时候 在选择 要不要选择这个历史学科的时候 既要有现实 希望你们也要遵远未来 既要考虑到各种具体的因素 也要有人文的关怀 特别我们各位考生 要把它作为你们人生 一次重要的选择 认真的做出你们的决定 好 我今天就想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